所以到极乐世界的时候 相貌都一样 就跟阿弥陀佛相同 佛的身相是什么样子 去到那边重增也是那个样子 而且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化增 不识从小慢慢长大不识 一去到那个地方 它是变现的 它就是那个身相 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一定要能够理解 清除明了之后 我们的信心就散了 可是这个地方又有一些聪明人 在聪明人时是业障很重的 他就会想到极乐世界 每个人相貌都一样的张三离四不都不认识了 这怎么办 会不会把人认错吗 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 有这些疑问就变诈了 都障碍了他 这叫男性之法 到那个地方去之后 每一个人都有他心通 不但不会认错人 而且知道你过去身中 你在哪个世界 深深适适 你做些什么事情 没有一样不知道的 所以到西方世界 六种神通都具体了 所以我们在前面都过 偏言动识 偏耳确听 他心变知 怎么会把人认错呢 我们在这个世间 偶尔也把人认错 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会 因为你自信的能力 得到合理价值 几乎都恢复到正常 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去多疑 啊 嗯